欢迎收看新闻致富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会在新加坡会面 是两岸分治以来的第一次 今次会面最震撼的地方 莫过于是以两人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举行 所谓的身份和名义 正正是两岸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会面的最大障碍 以往两岸高层会面 包括10年前的互联会 以至今年5月的习诸会 都是以党的身份进行 报道说马英九一直都是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 为自己的历史任务 但他同时又对身份狭头非常执着 目前马英九已经不是国民党主席 不可能以党籍身份和习近平会面 眼见总统任期就来完 马英九都没得不放下执着 令到习马会出现曙光 台湾传媒报道 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会面已经谈了好一段日子 这两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双方都有谈过有关的问题 去年北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马英九曾经提议 以经济体领导的身份出席 但就被拒绝 国台办说 双方领导人不适宜借以经济为主的国际场合会面 马英九当时接受访问就说觉得很可惜 双方今次选指第三地新加坡见面 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 在已故总理李光耀居中滑船之下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沽政府 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之后 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汪姑会谈 汪姑会谈在1949年之后 两岸第一场官式会面 既是破冰会面 亦是开启制度化协商的重要里程碑 双方签署四项协议 奠定了两岸协商对华的新时代 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 一直以来新加坡都担任两岸调解人的角色 以故总理李光耀主张采取两岸务实政策 和中台都保持密切友好 今年适逢终身建交25周年 习近平应邀道当地进行国事访问是理所当然 为习马会创造的天使 至于马英九和李光耀家族有私交 彼此密切互信 亦令到新加坡占尽地利 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 今年3月受访的时候说 习马会地点由两岸自己商量 亦可以仿效当年汪姑会谈的第三地 就埋下习马会的伏笔 预料今次会面的规格和意义 都会比当年汪姑会谈更加高 对于今次见面安排 亦都是众说纷纹 最初有报道说 习近平去新加坡会出席李显龙的私人五言 马英九就是五言的嘉宾 自然能够和习近平不期而遇 但后来就澄清 习近平和马英九会进行正式会面 两人会单独会谈 05年市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登陆访问北京 同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举行 两党领导人60年来第一次正式会谈 胡联会被视为国共和解的象征 双方提出的五项共同愿景 为两岸未来关系定楼 到了2008年马英九上台 两岸逐步建立官方性质的沟通机制 开展政治性接触 7年来一共签署21项协议 包括三通直行 食品安全 医药卫生 经济合作等等 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密 领导人会面更加势在必行 有人认为习马会为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 对即将举行的纳委以及总统选举来说 是福还是和还是未知之数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将一直对两岸问题秘而不谈的蔡英文 杀自措手不及 怎样应对 相信会令到陆营好头痛 今集新闻支付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